大大客覺得 其實有些煩惱 是可以在書館裡找到答案 所以我自己是很偏向 喜歡看心靈雞湯 或者是一些 心靈上的一些工具書 我稱它為 總之我一有不開心 一有煩惱 我就會在我的書櫃裡 找些書去救治我自己 去年我也會有一些時候 會突然陷入一個很低潮的位置 2020年已經過了大半了 我還是完整一首歌都寫不到 突然那一刻就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 完全寫不到 那段時間就開始逼自己 臨急抱佛腳去寫一些東西 我覺得寫得不好 不知道自己寫完的東西 好不好聽 甚至覺得很普通 自己也感動不到自己 那幾天一想到這裡 自己就陷在床上哭 簡直想到 為什麼作文又不是聰明 然後讀書又不多 突然跑去做強作歌手 突然對整個身分都否定 低潮期 我想大概五天左右 我就自己走了出來 對我來說幾影響我的一本書 對我來說幾影響我的一本書 就是一本不是我自己賣的 也是朋友無意之中借給我的 那本書叫《幸福》 是一行善私的 其實那時候是問朋友借結他 那個結他袋裡面有這本書 有一天我睡醒覺覺得很煩躁 很不安 很多煩惱的時候 我想在我的書櫃當中 看看能否找到一些心靈雞湯的書 安撫一下 解答一下我現在的意難集成 然後就看到這本書 為什麼我會有這本書叫《幸福》 我覺得幾感興趣的那一刻 然後我就拿出來看 裡面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因為它回歸回很初很初的就是 其實我們一直擁有著一些幸福 只不過我們忘記了感謝 欲望越來越大 例如就是其實我現在能夠說話 能夠呼吸 其實也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我自己喜歡的作家 都是女生來的 一個就是香港的數客 數客應該是我 就是剛剛開始 喜歡看書所買的 第一個作者的書 那時候買了一本叫 《學會愛超越愛》 其實都是講一些兩性關係 講一下怎樣去到好好地善待自己 另外一個作者是 內地的作家叫曼晴 第一本買的他的書叫做 《有風骨的女子》 看書我覺得對我寫歌詞 是絕對有幫助 在書館當中你可以發掘多些新鮮 平時大家日常溝通很少用的詞彙 但是很優美的 現在對我來說寫廣東歌 其實是挺有成功感的 特別是自己可以完成廣東歌詞 以前的日本經理公司 給了一首日文歌 叫我寫回中文歌詞 而歌詞要跟它 日文的內容是差不多的 都完成了 那時候也有成功感 因為對我來說 廣東歌詞太難寫了 很多音都不容易壓進去 然後再鼓勵我自己的歌 都自己寫了歌詞 慢慢一步一步 現在看回當然不是很好 但我覺得原來寫廣東歌詞 可以訓練 我覺得我越寫越好 除了天分 除了努力 自己對自己能不能夠做好 那件事的自信心都很重要 那個收獲是遲早會有 甚至其實你一路做 一路在堅持的過程當中 已經是一個收獲 然後做得更長的批理 至少 一路在樓下 與天寺大神 點了 〜 你 讓你住了